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政策害死投资人 这个是政策害死投资人 你看新的政策把维持率拉高到130% 涨跌幅放宽成10% 那个断头10更快 大概如果以跌停板来算的话 如果你买进一支股票 连跌两支停板 第三天就断头了 所以那个政策是有问题的政策 所以导致于融资大幅度的瘦身 那昨天晚上欧美普世的部分还不错 算稳 算稳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 昨天希腊已经把新的精简政策 送交给债权机构 甚至于欧盟 那虽然大家还是不满意 可是至少诚意已经拿出来了 所以昨天欧美股市是止跌回稳的 那也带动今天亚洲股市普遍的回升 今天大陆股市可能会稍微比较弱了一点 当然果然是比较弱了一点 原因在于 MSCI 没有把大陆的 A 股 尤其以前大陆本身来说 它是共产制度 公司几乎都是国家所有 那现在改为资本主义 改为资本主义之后 很多国营企业 你要变成民营化 那就变成不是国有嘛 那就变成是党的资产 共产党的资产 所以它很多重要的大规模的企业 其实股权都还在共产党手里面 而且我大概查了一下 比较聚规模像银行、石化那些 大概流通市出来在市场上买卖的 大概都只有十几%而已 所以并不是一个还完全开放的市场 所以MSCI 没有那么快把它纳入成分 那这样对亚洲国家当然是好 因为你目前全世界的一个基金 股票型的基金 大概有1.7兆美元 你1.7兆美元 如果把大陆股市给纳进来的话 目前大家评估如果纳进来的话 大概大陆可以占成分大概占到 25%到27% 那如果以25%来算的话 目前股票型基金有1.7兆 1.7兆的25% 大概会有将近4千多一块5千亿美元 会从其他国家的股市流出去 转到大陆股市去 所以对于其他亚洲股市就会形成排挤 那你今天没有把它纳入 把流到明年重新检讨 这个对于亚洲股市来说会有稳定的作用 所以今天包含香港 日本 南韩 甚至于新加坡 新加坡今天也大涨 包含台北股市 昨天大跌之后也大涨 所以说照话弄人 昨天208家跌停板 结果当大家断头之后 航行就回来了 航行就回来了 昨天很多人应该是很不甘心 因为政策的关系导致于被迫砍舱 砍完舱间航行就回头了 真的很可惜 台北股市单这一波是多跌的啦 因为你看这一波台北股市的行情 没有人 没有一个国家像台北股市这样跌的 所以你会说以亚洲国家来看好了 亚洲国家大陆股市是涨的 大陆股市是涨的 你说日本股市也在高峰 对 亚洲四小龙的部分 相仿也是在高峰 三月低点还离这么远 我们三月低点早就不知道破到哪里去了 我们三月低点早就崩破掉 对 亚洲国家还有谁 南韩 跟我们一直处于竞争状态的南韩 南韩也没下来啊 南韩最近MERS MERS已经失控了 昨天晚上最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字 死亡人数已经第七例了 确诊病例已经九十几例了 代表MERS在南韩已经失控了 MERS失控 我们当年SARS失控的时候 股市迪四大多四千多耶 不到四千多耶 他们MERS失控竟然完全没有跌 你那MERS失控都没有跌 那我们台北股市在跌个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甚至于它离三月低点都还差这么远 那我们在跌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在跌个什么东西啊 所以就离谱啦 真的是太离谱了 真的太离谱了 那当然台北股市 可见得台北股市这段期间以来 台北股市超跌 因为政策的关系 台北股市散户被迫断头 那这种超跌 如果国际股市状况没有那么差 那么台北股市回挡回升 这是正常的 所以今天航行开始回升 一个更重要一点 一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年线要站回去才行 年线要站回去才行 因为年线是大家最关心的一条线 如果年线站不回去 如果年线站不回去的话 那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个空头的理由 目前年线的位置在9312 在9312 连续三天破年线 可是年线如果能够再重新站回头的话 那这个盘多头才会正式回下来 所以这个行情本身来说 暂时不用看那么悲观 因为不是国际化的问题 不是全球性的问题 而是我们自己自作孽 大家假楼做资楼黑白盖 然后把投资票给害死掉 那这个状况慢慢的断头 该赔的也赔了 该杀的也杀了 所以今天整个行情就上了 所以接下来如果年线9310 能够再站回去的话 那这个盘确认底部出来 这个有利台北股市的一个回升 那至少回升上来 9500、9600应该都还看得到 但重点在选股你要做对股票 不要再去乱买 乱买风险很大 像最近在融资断头 从宏达店的效益 从宏达店的效益 从宏达店上跌听跌听 因为降财社引爆断头卖押 所以业绩烂的公司 纷纷跟着都杀盘 好所以选股上一定要记得 林投燕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锁定基本面墙 绝对是有道理的 绝对是有道理的 集档比较重要的标定 MERS 受惠最直接的生技股 生技股最赚钱的康友 你看这个棒 这看是大时间 大盘沙半天 它不能不下来 五月份到六月份 它是你的总涨上去的 康友不能不下来 所以这种股票 也不错 比较低可以注意 去年美股获利13.92 去年获利美股13.92 这碳基金的东西 而且是真材实料 不是靠业外的 所以生技股的部分 特别注意F康友 那另外 红海 这是外资大买的重心 今天也开高来说 外资买了400亿 415亿 对 虽然说有压回啦 可是整体来说 还是属于相对比较强的 这是指标股 红准这一波 虽然有压回 可是还是很强 你看这段时间 它在自己震荡 台北股市是封叠的 一半叠 所以红准还是不错的 今天红准 严厉是上来了 但如果说以数据 更好的情况来看的话 3706当然更好 神达昨天发布 五月份的营收 五月份的营收 这两年出来 60亿啦 60亿连续第三个月 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 今天直接开我们的开高盘 昨天跌了3% 今天直接开高盘 这行情随时 都会有冲出去的机会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我从22块钱就开始一路讲了 你看这边 它对毛鸟开始冲 大盘大盘从土月开始崩跌 是完全历势走 所以 你看这个是真材实料 这是真材实料 还有什么股票 比较可以值得注意 国统 国统很错 国统今天也大涨了 那国统今天为什么大涨 国统为什么今天大涨 因为国统昨天发布 五月份的营收 5月份的营收 4.5亿 4.5亿 这个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历史新高 历史次高 5月份营收 5亿 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比去年同期大和成长 又是市井 国统是水资源 尤其是在管线的一个 管线的配置的部分 那以台湾虽然说暂时 已经没有水荒的问题 可是台湾一年漏掉 五座水库 那个是夸张啊 所以管线的开放 这是长期的工程 所以国统你看业绩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股价 最近股价也从六十几块 跌到这里来 也够深了 这个肥米大概已经剩下十倍而已 所以这个也可以 跌深的要有几 跌深不是跌深就可以买 跌深要有基本体材才可以买 跌深要有基本体材才可以买 所以现阶段的操作 地间没关系 可是选股要选对 昨天群创也被压得蛮深的 今天群创也开出高盘来 一度涨市 因为昨天外资在买超部分 昨天外资在买超部分 外资昨天是继续加码 尤其是在群创的部分 昨天群创跌了4% 很多人担心 外资是不是撤退了 其实没有 外资昨天群创 又大买了1万张 外资群创又大买1万张 那群创这段期间以来 群创也被压低 可是外资没有卖 还在加码 今年度以来 外资买了45万张 去年又买了101万张 所以外资没有测对的情况之下 散步杀低 它还会再回头 这也是一档外资的 动作的指标 所以关盘上 你可以从这几档 强势指标来观看整个盘式 包含2330 这也是 昨天股东会上面 张忠谋董事长 讲得很好 对于公司还是很看好 所以今天也是逆施上来 对盘式也有支撑 选股上 你从这几个角度下去选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好标的 跟着你应该运作 中环也不错 中环也不错 要实施妇肠股 实施妇肠股 从今天开始实施要买3万丈 你看3块多的股票 不要看它3块多啊 人家可是有融资券的 每股净值超过10块钱的 尤其负债才两成而已 流动比率176% 代表怎样 代表公司手中现金部位很多 虽然说光碟片 已经不是流行的产品 可是公司的财务状况很好 净值有10块钱 股价剩下3块钱 比净值剩下三分之一 可是还是有融资券的 全中股票在库长股实施之下 它涨的机会也是蛮大的 风险很小 好 今天各大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钥区 钥区